牟尼经社 英国祭祀集 风水 行萨 原地主菩萨 系列 如何面对原地主菩萨的问题 以下两则分享 来文照灯 分享1 墨学老家在台中大理 从高中毕业后墨学及外出求学 就业 鲜少待在家 对老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家中室内温度永远比外头低 而且不只是我有这感觉 家人以及所有来家中拜访的亲朋好友都这么觉得 不过因为没造成太大困扰 加上夏天反而感到比较凉爽 也就没人把它当成一回事 直到我接触经社开始诵经宵夜 9月初经社佛菩萨慈悲 开始出第一条业力后 我开始每天持续诵经 过了大概拜个月吧 我开始对老家室内的凉爽感到不适 对我来说那变成一种阴冷的感觉 明明大家都还在短袖短裤 我却得穿上长袖衣服 后来甚至只要回老家几乎都会伤风助量 而返回自己的住家就恢复 请示经社后佛菩萨开示 家里有两位原地主菩萨干扰 每位需送经文各一百步回向 使其回扬世子孙处接受供养不再干扰 开示后第一次回老家 我随即在客厅默道 道知原地主菩萨 我已经透过经社知道他们的存在 也愿意遵照佛菩萨的开示 诵经回向 请原地主菩萨先不要干扰 默道的当下 我的肩颈冒出一股含义起了鸡皮疙瘩 我知道他们收到讯息了 当天晚餐饭后 我妈发现 餐厅墙壁怎么黑麻麻一条线 开灯一看 竟然是困扰家中许久的蚂蚁在大迁徙 从我爸妈的卧室一路往屋外移动 数量之多看得我头皮发麻 谁会想到恼人的蚂蚁跟原地主菩萨有关 这时我妈忽然说了一句 要不是之前有在诵经宵夜 我现在应该就会去找杀虫祭了 之前曾跟金社请示过他的身体健康问题 感恩佛菩萨慈悲加持 让他能借由诵经逐渐改变心性 不然这杀虫祭一喷下去不知道 又造作了多少杀生的罪业 之后蚂蚁的数量锐减 仅剩几只还在琉璃台上活动 回向圆满后则是一只蚂蚁都看不到了 至于老家室内凉爽的问题 在我那次磨岛之后不复发生 这是继马已搬家后 另一个让两老泽泽称奇的事 另外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我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当我于网路上敲好回向的资料送出时 十至晚上十点左右 老家附近的野狗群忽然群起吹狗螺 久久不停 此篇感应文如果有功德 请回向给法界众生 感恩 分享二 今天一位同事找我问他们家 想把租屋处转盖成饭店的问题 他的家人突然请了一位道士来看看风水 道士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的某层楼有个灵 我处理很多这种事情 但我现在觉得有点麻烦 不是很想再处理这样的事情 先这样就好 我听完后跟他说 他后来有说要多少钱吗 他说目前还没有 我告诉他 通常这种事情到后面就是会谈价格 对方不一定是外道 但外道通常都是这样 我也跟他说 今世怎么处理原地主菩萨 因为原地主菩萨是原先帝的主人 我们赶走他们其实是不对的做法 因为人家还觉得这一块土地是他们的 虽然说杨氏子孙已经卖掉了 但未经过灵界的先人同意 所以今世的方式是用功德回向给他们 请他们领了 请他们领了功德后遵照双方约定 回到杨氏子孙处接受供养 莫在干扰 这样算是很双赢的方法 我们跟人家结善缘 也解决房子的问题 大概只有一种状况今社会用驱赶的方式 就是对方出偶反尔 收了功德后又回来干扰 这时才会请护法协助处理 先前看过今社的既是案例 说有位请示者全台跑透透 找了很多宫庙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结果到今社一问 发现是原地主菩萨 回向完功德问题就处理完毕了 用正确的方式真的很重要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真正解决问题 能够与今社结缘实在太好了 感恩 感恩 分享完毕 如同上述案例分享 原地主菩萨系指这块土地上本来的主人 因为杨氏子孙把地卖了 但他们却不同意 还卷恋与依赖在这块土地上 觉得自己才是主人 干扰后来来住的人们 这样的问题有大有小 曾经看过干扰严重 引起车祸等意外 马桶一直漏水与家中蚂蚁不断等各种不同 干扰案例 这些放着不处理 家庭如何安宁 处理的方式上面已经说得清楚了 就是跟他们和解与功德回向 如果您本身正面对这样的问题 以下建议您可这么与他们沟通 1.先奉请原地主菩萨过来 可看菩萨开示几位 或直接在该地址内 对虚空中请他们过来即可 来了后请给一个圣角 可用两个十元铜板确认 若未来 则再诚心地奉请他们来 直到他们来了为止 2.沟通内容 原地主菩萨们好 我知道您是这块土地原先的主人 但因为您阳世的子孙们已经把地卖了 虽然未经过您们同意 但现在的主人是我们 我们这样彼此干扰也不是办法 佛弟子在此遵照菩萨开示 想以诵经 报经文数目的方式 来回向给您 让您可以增添名符 等到功德圆满后 请您回到阳世子孙处接受供养 莫在于此地干扰 若您能接受 请给我一个圣角 以上的词只是建议 可照自己的版本讲 若一直无脚 就是看您个人的沟通方式了 方式就是请您把他当一个人来看 您想请这个人离开你的家里 看您怎么跟他沟通了 3.沟通完毕后 赶紧把功课完成与回向 如此问题便可快速化解 甚至如同上述例子 沟通完后问题就结束了 对方就是等功德回向而已 这样的案例很多 希望也能在您身上得到印证 特殊状况 如同上述的分享 对方领了功德后又回来干扰 这时若发现家中状况迟迟未改善 若在寝室后发现是同一位原地主菩萨干扰 此时就看菩萨开示怎么做了 照着菩萨的开示 照着金色的案例 相信您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如何处理 烦请多多遵照 自然能化解问题 也请多多转发这类文章给需要的人 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别再像先前金色案例提到的例子 全台湾宫庙跑透还无法处理 在此也要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看到上述的原地主菩萨干扰的案例 想到我们身上 不久后 我们是不是也要变成另外一个原地主菩萨去干扰来住的人呢 从他们身上看到的经验 未来是否会发生到我们身上呢 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等到盖棺论定 失去人生了 一切也就没什么好讲了 建议您务必把握时光 好好诵经回向累世业障 并且要多多行善 度人 往后我们移民佛国净土 不要再干扰世间人 佛国净土与世间相比 才是永恒的国度呀 在那里不用靠人加拜 思一得一 思十的十 还能跟菩萨住在一起 怎么不好呢 希望您养成一个心态 子孙不可靠 别人不可靠 想要到佛国净土 靠自己好好努力吧 自业自消 自信自度 把握光阴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潮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